第252课 上主之子是我的本来面目 你确实是有福之人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你有个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认为自己不够伟大 小我的声音有时非常洪亮且自以为是 有时又非常恐惧且脆弱无比 它会在这两者之间摆荡 然而你有个伟大的本质是超越时间 超越身体 且超越你在世间所能想象的一切 你看你把玩这世间的小小玩具 像是车子身体衣服发型妆容热带地区的度假 还有你所做的工作等 这所有事物看似非常重要 实际上却微不足道 绝对微不足道 比不上你内所持有的光明 以及你内所拥有的创造力及爱的能力 我们希望你今天深入挖掘 并问问自己 今天我能如何提高自己的能力 我如何能成为这一刻所说的那种人 我是否需要更平静一些 更慷慨一些 更仁慈一些 更加展现自己的创造力 更有冒险精神 我在哪方面自甘渺小 在哪方面躲在自己的恐惧之后 今天请选择一项恐惧 即你知道自己怀有的那个恐惧 人人都有恐惧 并问问自己 我是否要让余生被这个恐惧削弱力量 相信他会杀我 毁了我 事实上 你愿比那恐惧强大 不妨在心中观想自己克服了恐惧 观想自己提升了能力 如此 你才称得上是上主之子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我们明天再续 明天再续